中国人画的壁画 它很空灵 它不是立体的 它都是平面的 一线代表 它认为神仙的世界 不是像我们这个 还有明暗的投影 它就是光很圆轮 它是普遍的 表现出来以后的感觉是 中国的壁画 一线为主 感觉很灵动 我们要传承古人 就需要学习古人 创作这些壁画 首先是要读经 看经书 还要体会 还要冥想 佛菩萨相互之间的相貌 没有差别 都是具有佛的相貌 就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好 都是一样的智慧 一样的形象 在画它们的时候 更多的是需要画出一种精神 自己要冥想 还要依照过去的这个古智 就是要沐浴 静医 要去诵经 要焚香 要叩拜这个佛菩萨 去这样做的时候 要有信心 要有信念的信 是要诚心诚意地 去做这个仪式 我这样画出来 是传达给信众一种信心 把佛菩萨的这个精神 要传达给看它的人 佛菩萨的智慧 要传达给观看它的人 中国人在追求壁画的时候是这样 在其他绘画里面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画山水 古人画的这些画 都是反观内造 要是人的心静下来 要去听别人的意见 不要自己了不起 要尊敬大自然 要和这个山水和宇宙融在一起 它一直是往内看 它自我表现意识特强的那个去掉 要看到自己最真实 最淳朴的那个精神 这个精神呢 和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的那个道是相弃的 道法自然 如果你的法和自然相弃的话 那你就是比较高妙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